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说电影 今天喵妹给大家分享一个职场保身的小技巧 保身所需要的最小代价 在一个办公室里,夏洋一直跟在上司的后面道歉 但上司并不接受,因为她觉得船果身于雄变 讲这么多,不如赶紧把报告交上来 否则明天不能一早把报告交给客户,问题就大了 夏洋先是马上答应下来自己会立刻去做 上司却反问了一句,你做得了吗?马上做得出来吗? 夏洋一味地强调自己会努力的态度,有些激怒了她 在不断反问下,夏洋才确定在晚上八点左右讲 还立下军令状,如果玩不成就把头发给剪了 夏洋用一根手指在键盘上慢慢地打字 下班时分,一位女同事跟她道别后 看到了上司周面上与名人的合照,两人愉快地聊了起来 而夏洋则是用无神的双眼望着他们 晚上八点刚过,夏洋将报告递到了上司面前 一脸高兴地拿在手里,下一秒上司就面露不悦 这份并非是要写的报告,而是上司发生错误的检讨 上司不禁骂了一句,你长个脑袋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并让她赶紧去写报告 半手半脚的夏洋答应下来,却不小心打翻了桌面上的文件 她连忙把文件收拾好,上司拿着这一堂重要的资料检查有没有遗漏 她简直快要无语了,不会做的工作干嘛要说会做啊 于是夏洋心里也有些愧疚,她提出用剪头发作为惩罚 上司压着心里的怒火说,你剪了头发对于工作有什么好处吗 夏洋浪临一下才明白上司是要她赶紧去写报告 临走前,上司还让她不要乱掉垃圾,最好用碎纸机来处理废纸 在碎纸的过程中,夏洋发现上司那张珍贵的合照夹在纸张中间 已经碎了一部分,这下的她顿时一身冷汗,不由地喘着粗气 而上后,上司就问她有没有看见那张合照 夏洋却一身不堪,看着她那慌张的样子 上司怀疑照片被放进了碎纸机里,也马喊着停下来 然而夏洋看着碎纸机,忽然将手指伸了进去 溅了满脸的血迹,说,照片在这里面 上司看着她那血腥的模样,声音颤抖地说了一句,没关系的 随后转身帮忙叫救护车去了 而夏洋忽然笑了出来,想着,这份工作应该是保住了 可问题是,她伤得顺利是打字的手指 这样子还难正常工作呢 好啦,今天就说到这里啦 你的点赞和留言就是对喵妹的